断断续续,生病了一周多时间 这个小朋友的感冒发烧还是没有好转 爸爸妈妈决定一早带你去看中医 身体不舒服,感觉小木木吃饭都不太香了 爸爸妈妈看在眼里,真是痛在心里 新西兰呢,虽然是全民公共医疗免费 但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些无力吐槽 怎么讲呢 小的感冒发烧带宝宝去看GP 最多就是开一瓶Panadol回家 其余的全靠自己扛过去 奥克兰的冬天已经来了 天气变化非常大 所以小孩子特别容易发烧感冒 而作为新手父母的我们 这个时候真的只是一脸懵 非常的无奈 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来朋友推荐的老中医这边看一下 希望能有效果 在新西兰呢,很多私人医生 基本上都是把诊所开在自己的家里 像这样一次看病 不到十分钟在胳膊上轻轻扎了几针 就是九十牛币 药房拿个药六十多牛币 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呢 也是间接回答了很多网友的问题 就是在新西兰这样的西方国家 只要你拥有一季之长 那么你不但能生活 而且还能很好的生活 这个就好比在纽村 有一定知名度的钢琴老师 学费每小时两百牛币 还不一定能报上名 爱迪妈妈已经熬好了冲药 给小爱迪喝下去 希望这个能有效果 小家伙你快点好起来哦 明天爸爸还要带你过儿童节呢 加油 我们下期再见 从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